一枚核弹即将朝米国本土射来 情报局局长老黑得知消息后 顿时被吓得愣着 眼看球场内坐满了观众 而且总统也在现场关球 老黑也顾不上那么多 马上安排保镖掩护总统离开球场 在场观众看到总统慌张地离开 也感到十分疑惑 很快总统坐上车子迅速来到城市外面 但他们还是躲避不掉这场核武器的袭击 城市中央燃起一朵数百米高的蘑菇云 强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整座城市 特种部队很快找到总统的车子 他们迅速把受伤的总统和老黑带离这里 一切安顿好后 总统下令马上进入一级戒备 他们把这一切因果都归咎于是战斗民族干的好事 此时战斗民族总统也打来电话 声称这是并不是他们干的 同时恐怖分子得知核弹被引爆的消息 于是收买了俄空军指挥官 指挥官以美国发射导弹攻击莫斯科为由 让士兵开战机去袭击 航行在太平洋上的美国航母 很快美国航母被炸得失去了战斗能力 美国总统得知消息后 彻底怒了 为了还击 总统下令派出三架F-16战机 对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此时战斗民族也提高了防御等级 两国彻底陷入了僵局 双方总统的对话也变得火药味十足 美国高官表示 用核武器来打击可以先发支援 就在总统思考如何应对时 情报局老黑的手下捷克 通过调查核弹爆炸后的残骸 发现这些原料竟然是美国生产的 好家伙 自己造的核弹竟然炸在自己家里 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 一架携带核武器的以色列战机在叙利亚被击毁 掉落的核弹并没有发生爆炸 而是被时间和封杀掩埋 29年后被一对平民夫妇挖了出来 平民以400块钱的废铁价卖给了军火商 军火商把核弹修复后 以5000万美元把它卖给了恐怖分子 一场今天的核爆计划也就此展开 恐怖分子把核弹装到自动售卖机里 然后偷偷运到米国境内的一座球场里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核弹爆炸的那一幕 捷克准备把这个消息上报给总统 好阻止这场美俄大战的发生 而俄总统这边也在商讨启用核武器来反击 但对于使用核武器 两国总统都十分谨慎 生怕出手的机会比对方慢一步 此时两国的核武器都瞄准了双方的国土 大战一触即发 而捷克也在最后赶到五角大龙 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捷克让军官帮忙接通两国总统的对话 在对话中 捷克把调查到的真相告诉两国总统 并让总统们保持冷静 不要轻易发动核战争 两国的总统都陷入了沉思 毕竟他们都不想上升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 但距离美国发射核弹仅剩30秒 这时他们收到情报 俄国总统已经取消发射核武器 而且还降低了防御等级 美国总统见状也松了一口气 马上下令取消所有核弹发射 就这样两国紧张的气氛也得以缓解 最后两国也查出恐怖分子和军火商的头目 并将他们一一处决掉 然而对于这次使用核武器 差点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两国总统坐在一起重新签订了和平条约 希望人类永远和平相处 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核战争